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12月7日 跟大家做一段正经短打 昨晚应该大家有买美股也很高兴 因为昨晚导致弹了六百多点 弹六百多点的原因,我想也挺简单 看来这个Omicron就不像想象中那么厉害 暂时来说也没有什么重症或者死亡 我自己觉得时间也很短 时间也很短,可能过多个两周就会比较清楚 香港今天也弹三百多点 怎么也好,我也不想它一直这样跌下去 我们也拿着港股的 但是那些都是民生等等 但是我也不想它一直这样跌下去 它有些反弹都是好事,希望是这样的 好了,今天主要十两分钟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看到的《荧光幕》 或者大家今早一开的新闻都应该看到 《荧光幕》这个你经常都看到的 就是白宫的发言人,她叫Jennifer 她那个名字不知是什么语,她叫Jennifer 你经常都会看到她出来说话 当然她不会做那些战狼 她正式说了,美国不会派官员出席 这一次北京的东桂奥运会 这一次的北京冬季奥运会 是中国第一次 新办到这个北京的 第一次新办到... 这个...冬季奥运会 他举办的时间就是明年2022年2月4日至2月20日 2月4日应该是年初四来的,在北京举行 首先我想斗证很多,我在网上听到很多YouTuber 他也是转述现在外交战狼所说的 我们都没有邀请你来,不用邀请的 大家不要弄错一件事,不用邀请的 因为中国奥运会是2015年批判了 他申请做东奥主办国 但你只不过是主办国 总而言之是奥委会里面认可的国家 我记得好像是84个,那你就可以参加了 是不需要主办国邀请的 不需要主办国邀请的 正常来说,当他可以派完参加的话 他自然可以有官员陪同,这是正常的 你现在看到,所以不要让战狼误导你 我都没有邀请你,不用你邀请的 你是国际奥委会里面的认可国家 你就有参赛资格了 当然你可以不参赛了,对不对? 当你有运动员可以参赛的话 那个国家的官员就可以随行的 这个是可以的 当然你不去都可以 你一个不能参加,他不能强逼你去 但我要跟大家说 是不需要主办国邀请你的 因为你只不过是主办国 主办国也是向国际奥委会申请 你才可以办到冬奥 我看回资料说 当时有六个国家是申请的 后来有四个就退退了 剩下一个不知是拉萨克还是谁 后来就中国拿了 是2015年7月批了 现在美国只不过是说 我不派官员出席 他没有说不准运动员出席 但是问题是说 如果你不派官员出席的话 那些运动员就要选哪站了 为什么呢? 很多跟香港一样 全世界都一样 很多运动都是国家责任 或者其他大品牌责任 那你如果国家不派官员参加 其实你说国家派官员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觉得 除了一些外交的礼仪之外 你不会去那里谈贸易、谈生意 大家联谊一下而已 不会是一件很大的事 但问题就是 这个Jennifer她是说明的 是因为新疆的人权问题 她说明的 因为人权问题 所以我们不派官员出席 但是她没有权阻止那些运动员出席 所以你暂时不可以说 美国的运动员一定不会出席 但是问题是 我估计那些运动员多数都不会出席 为什么呢? 你可能保险买不到 你有很多事情 譬如说我们之前也说过 你如果在Facebook上面说过 他可能会拘捕你 你不知道 你在Facebook 分分钟说过 香港加油 他就会扣留你 问题是 白宫发言人说 他们做了这个选择 接着呢 他们就通知了所有海外的盟友 即是美国已经通知了所有海外的盟友 当然是指五眼联盟 美国是不会派官员 出席明年2月 是北京举办的东鬼奥运会 好了 现在你看看其他国家 下一个最有可能 宣布不会派官员出席的 应该就是德国 我相信 不是德国就是英国 不是就是加拿大 那澳洲那些你不用想的了 一定不会的 一定不会出席的 那现在剩下 有哪些 就是欧盟的 如果是这样的 他都和大家一起想一起乐 那有哪些 会 怎样说呢? 有哪些是会 选哪站的呢? 譬如说新加坡 譬如说日本 譬如说南韩 那你又怎样表态呢? 很难说 我觉得南韩可能是会去的 南韩可能是会去的 但日本会去的机会是不高的 现在的火药又没那么重 那新加坡呢 我所指的是官员而已 不是运动员 任何这些国家呢 他一定会跟着美国的 就是说我不派官员去而已 但是我不会阻止那些运动员去 那你是运动员的 难道你自己一个去吗? 对不对? 我自己觉得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那你问我应不应该将运动牵涉政治呢? 其实我也觉得是不应该的 我也觉得是不应该的 但是问题是 美国佬有一件事呢 你捉到他的波路的 简单说句就是说 如果那件事不影响美国的国土安全 不影响美国的经济的话 美国佬不怕你 他已经参加了 其实我觉得何思培是相当幸运的 因为今年是在日本举行的 如果今年是在中国举行的话 美国是不会去的 所以我觉得何思培很幸运的 有时候你空有一身本领都没用 他不举办的 坦白说你赢了也没意思 那么多队也没去 对不对? 你说你自己是冠军 对不对? 所以阿俄斯培的运气是挺好的 我真是赢了你 对不对? 你有出赛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新加坡和南韩是最有机会骑上的 你看看他们的智慧是怎样 有机会 美国今次就发放一个讯号出来 就是看看哪一个是我的盟友 那是我的盟友那又怎样? 那是我的盟友就让你赢了 对不对? 譬如现在和这个 日本和南韩一起搞这个6G 那这些就是朋友 做了之后你有那个技术 那些人要跟你买那个技术 对不对? 那就是 你问我 你说不应该 运动牵涉政治 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但是美国佬呢 他是有一个很堂皇的理由 就是新疆问题 那再加上我们 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官员 能够努力的 好搞不搞 现在就去搞彭帅事件 那别人就大调 你现在彭帅也没有出来 现在彭帅也没有自由出来 那你怎样跟别人说呢? 好了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习总书记 其实真的很没面子 真的很没面子 因为大家记得 2008年的时候 是举世宽腾的 2008年 举世宽腾 刚刚有钱 刚刚入了这个 入了这个 世贸 五年 六年左右 由那时候 这个2008年的 就是中国的奥运会 开始就出现这个强国人了 我记得 之前没有的 跟着就出现强国人了 那当然现在收皮了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你现在看到 在美国的外交大使 那他没有东西 他最多一件事就是 那你来不来也不要紧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 在习近平来说 是很严重的 在习近平来说 是很严重的 因为你和胡锦涛 一对比之下 你全部人都不来 对不对 那你哪个来 非洲兄弟 要刚果那些 刚果也不来 我分钟 不是跟你说笑 我分钟也不来 我是跟你在拗 那个港口 对不对 我还来 刚果也未必来 北约那些来 你就死了 俄罗斯那些来 那你找个黑人游水 不通 不懂 找个黑人游水 是不会的 对不对 那你很多场赛事 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估计一件事 今次北京的冬奥 可能是近 就是再长 我不知道 最少在这五十年来 我相信是最少国家参与奥运会 那他最惨的一件事 就是本来 他都可以赖过疫情 本来他都可以赖过 有个疫情 这样 但是 人家东京搞了 东京也有个疫情 那为什么人家搞了这么多国家去 你又没有去呢 对不对 那现在你看回Omicron 如果过多 现在是12月而已 那如果过了这几个星期 没有什么杀伤力的话 当时全世界就没有什么疫情 那为什么一半的国家都不来呢 还有你现在主要就是整个第三世界的国家都不来 我估计都是 基本上 我估计都是 因为官员不来的话 你没有理由自己组个田径队去的 大哥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你在那个田径 或者游泳 之如此类 我估计一件事 因为它不同的 因为东奥那些彩势是不同的 很多彩势都不同的 可能滑雪那些 那没有理由 就是你在那个队里面 其实大家都有很多分歧的 我就说不去 我就说去 那怎么样 对不对 那没有理由三个人去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一件事 其实很没面子 很没面子 现在如果这个北京东奥 基本上我相信已成事实 现在是 已成事实 你只不过 再点一下手指 有几多个国家 不来而已 那下一站呢 下一站呢 她唯一希望可以拿回面子 就是香港的立法会选举 就是香港的立法会选举 所以为什么林郑 现在你看到她好像死老爸那样呢 原因就是 北京给了很多压力林郑 你今次的选举 一定要搞得很好看 搞到 就令人家有一个很大的错觉 就是香港有民主的 所以夏宝龙说香港要搞五光十色的 就是我不搞青一色 我要搞五光十色 我也不知道她说什么 其实 青一色都很多番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对不对 青一色都很多番 青一色也没问题 五光十色也没问题 对不对 我不知道她说什么 所以林郑现在就临危受命 你看到她呢 你看到她好像死老爸那样 为什么呢 她现在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她里面 你一定要搞到今次的 12月19日 这个立法会选举很好提提 无论如何 要将那个投票率来提高 所以我相信所有公务员 一定要投 不投就收屁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相信现在冬奥大家等 应该陆续会有其他国家 就说不派官员出席 我也想看看 会不会美国真的会有一些 譬如说滑雪队 或者其他的流兵等 会走去个人参与 我不知道 有可能的 那我们一路再看下去 好吗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今天是星期二 祝大家星期愉快 那我们中国民心 祝大家见面 拜拜